赛罗快说 贝利亚被你藏哪里去了 这个叛徒竟然想弃暗投明 还与你们奥特曼处处针对我 要是被我逮到他 我一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黑炸鸡 我是不会告诉你贝利亚在哪呢 如果你也想跟贝利亚一样弃暗投明 我倒是可以为你在奥特之王面前求求情 赛罗 你是还分不清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吗 你现在可是落在了我的手里了 快说 贝利亚被你藏哪了 完了 赛罗为了救我被黑暗炸鸡抓住了 这可怎么办啊 我改邪归正后都没黑暗能量了 根本不可能在黑暗炸鸡手里解救赛罗的 赛罗你等等 我这就去找其他奥特曼来救你 格力乔 格力乔你等等 贝利亚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格力乔 赛罗为了救我被黑暗炸鸡抓住了 你快想办法去救他 贝利亚 赛罗哥哥为了救你被抓住了 他为什么要救你 又想拿这些小把戏来骗我 格力乔 我说的都是真的 请你相信我 要不这样 小赛罗如果在家 你让小赛罗出来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 贝利亚 你少到我们家小赛罗的主意 他不在家 你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 格力乔 我真的感谢归正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呢 我还是去找其他奥特曼帮忙吧 贝利亚郁闷地走了 贝利亚加油 我给你三朵鲜花鼓励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救出赛罗的 格力乔妈妈 您回来了 外面是贝利亚叔叔来了吗 不是 就一个问路的路人 以后不准跟贝利亚来往知道吗 小心他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 哦 知道了 奇怪 应该是贝利亚的声音才对 难道他找我有事 不行 我得去找他问问 贝利亚叔叔 贝利亚叔叔您等等 贝利亚叔叔 当当是您找我吗 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赛罗 你来得正好 赛罗爸爸被黑暗炸鸡抓起来了 你赶紧找人救他 什么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该喊谁去救赛罗爸爸呢 有了 听说诺亚前辈刚好回来了 咱们赶紧去找他帮忙 贝利亚叔叔快上车 好 事不宜迟 咱们赶紧走吧 小赛罗和贝利亚骑上车子 别看车子小小的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诺亚修炼的地方 诺亚前辈 大事不好了 我赛罗爸爸被黑暗炸鸡抓起来了 麻烦您快点去救救他吧 别着急 先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还是让我来跟您说吧 因为我之前帮小赛罗对付黑暗炸鸡 他应该是怀恨在心 就一直对我穷追不舍 贝利亚你给我站住 我跑着跑着感觉前方有点奇怪 我刚停下来 赛罗突然飞过来 一拳就把我打蒙圈了 疼得我是一把鼻涕一把尿 止不住的往外喷了 然后我才发现那里原来是个阵法 赛罗为了救我 被黑暗炸鸡的阵法击中 在后黑暗炸鸡还将赛罗带回去审问我的下落 诺亚前辈 你快去解救赛罗吧 贝利亚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 也应该是你去解救赛罗才对 诺亚前辈 我已经废除了自己的黑暗能量了 恐怕我现在连小赛罗都打不过 更别说想在黑暗炸鸡手里就出赛罗了 如果你能收集足够的爱心能量 并且得到大家的认可的话 你就能把黑暗能量转成正义能量了 只要你转化成功 以你的实力去解救赛罗肯定没问题 贝利亚听完奥特之王的话后 就一直坐在这里发呆 她在想 以前干了那么多坏事 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原谅和认可呢 正当贝利亚苦恼的时候 贝利亚叔叔 我相信你已经感谢归正了 我想再多认可你 就在这时 贝利亚感觉到身体的黑暗能量 正在快速地转化成正义能量 然后贝利亚立马站起来直接变身 变成了她的最强形态 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认可 我这就过去解救赛罗 不一会贝利亚就回到了黑暗扎基这里 直接一道奥特光线横扫 黑暗扎基和怪兽们纷纷里面合伴 变成最强形态的贝利亚真的是太有了 贝老黑 没想到是你教了我 谢谢了 赛罗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